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蔡小军 全台长达两个月的软封城终于结束了 但是防疫新生活仍然需要你我共同维护 在这里要提醒观众朋友不要松懈 出路记得要佩戴口罩并保持社交距离 勤洗手共同防疫仍人有责 接下来要带您进入今天的中家新闻 画面上是台北的联合爆战 1579客运路线开始增加新的下车点 对于通勤民众来说更加便利 而立委蔡世英 基隆市议员张浩瀚 以及台北市议员许舒华 都到现场就了解实际的状况 那这个开了班车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面 有许多的市民豪宝共反映说 它到达台北市最重要的一站 其实之前都设在中山高中的地方 造成很多市民从那边下车之后 要转搭相关的运输工具 或者是要转搭 其实是辆不变的 那其实我们比较觉得比较可惜的 当时台北市政府在核定这个地方的时候 它没有考量到市民交通运输的搭乘方便性 它就直接当时要设在中山高中的那个地方 那这一年多来我们很多的好朋友 我们大家一直持续在跟公务总局 还有台北市政府来沟通协调 一直到最近很高兴 最后终于把这样的一个站直 从中山高中的车站搬到联合报前面 我相信今天我们看到今天很多下车旅客就知道 大家会认为这个地方才是确实符合 大众运输工具、公共运输工具 它该提的一个站点 所以我们非常高兴今天特别过来这边 还有我们首都会议的董事长 还有我们议员一起来这边 送我们所有在这边新下车的我们的旅客送给他麦道 让他们知道说我们的努力总算有了一个成功的回报 那我也非常感谢这个过程当中 许楚湾运输其实一直在跟台北市政府沟通协调 如果不是有他在台北市政府沟通协调 我想这个还是不会成功 其实因为我自己是基隆人 所以我大学的时候在台北读书 其实后来在台北工作 我一直深受困扰就是交通问题 所以好不用已经换了市长 然后也做的争取了很多路线 然后不同的地区都有到台北的路线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 所以因为我感同顺受 所以我才会努力的帮忙协助 因为毕竟自己也是基隆人 所以说在这一次我们特别邀请 这一次邀请我们台北市医院许舒花 以及我们蔡西医院议委 共同像公路总局 以及我们首都客运 还有台北市政府来协调 那我们成功在青天 将我们的一个原定的一个 松山高中的一个停靠站 挪到大家可以比较常使用的一个 联合报的一个区域 那在这边下车的乘客 很便利就可以转成 在中校东路各线公车 同时到四五转运站 也非常的便利 而在现场也有媒体提问 关于下届台北市长人选 许舒花议员跟蔡西英委员 都大力推荐基隆市长林又昌 认为他是一个非常适合的人选 其实最需要的是规划的能力 那我觉得市民其实是选择一个 有规划能力的市长 才能带领这个城市的翻转 基隆市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过去几十年来 基隆市作为全国 评比最后一个都市 短短6年多的时间 就从后端班进不到前端班 预算也没有增加 给的公务员人数 服务人员也没有比较多 可是可以透过市政翻转 规划能力的手段 可以让这个城市改变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那反过来来看 台北市或新北市 有非常丰富的行政资源 市政的资源 理论上它应该能成为一个 全台湾市民幸福感最高的城市 或者全台湾最方便的都市 可是我们可以问一下 这两个城市的市民 他们有没有觉得过去这几年来 城市的规划做得越来越好 城市的发展越来越好 或者市民觉得这个城市的光荣感 能力的高度越来越高 我觉得用这个来做最好的指标 一点都要答应 会城市治理的一个市长 再加上说其实台北市 区乏的很多的是国际能建 那我觉得其实 如果你身为一个首部市长的话 你能把国际能建筑打开 甚至能让国际的资源进来台北市 像现在目前台北市 尤其像我新一区 就会有很多的外商已经过来的 那我们知道香港这样的状况 所以其实很多外商 愿意来台北设封公司或设分行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的立即 那哪一个市长可以将这样子的资源 从国外引进来以后 带动台湾 带动台北市的一个城市发展 还有我们就业率 跟我们的产业的发展的话 我觉得那才是一个优秀市长 那我想牛昌在这一块 其实大家都有看到 针对9月开学事宜 牛昌在与各级学校校园长开会后 宣布相关防疫指引 包括校园站不开放 游泳或篮球等 无法全程戴口罩的课程暂缓 学校只要出现一例确诊 及全校停课14天 改采线上授课 比中央CDC规范的出现两例确诊 才全校停课更为严格 用更为务实的做法 让家长安心 除了依照相关中央的 一个防疫指引之外 我们有三点加研的一个做法 那第一个是 我们就用是在校园场地上 能维持暂时不开放 不对外开放 第二是学校里面的游泳课 篮球课 或者是需要拿下口罩 来进行的这些课程 以及这个会有肢体碰撞的 这些课程 我们都一律暂缓授课 那第三呢 大家也关心 如果万一学校有确诊的状况 怎么办 那我们也决定 进入市的各级学校 只要有一例确诊 我们就是全校停班14天 那并且同步启动 停课不停学的应变计划 改采线上教学的方式 来继续孩子的课业 那为什么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决定 最主要就是考虑到实际的一个状况 也就是有学校 学校里面如果有一例确诊的状况 那我是觉得依照中央的一个指引 是到两个班级才停课 不过实际的状况是 只要学校里面有一例确诊 家长会很担心 那老师上课也会担心 那孩子上课 也是人心惶惶 那所以我们考虑到实际的一个状况之下 这个采取 只要有学校有一例确诊 我们就一例停课14天 如果有两所学校出现确诊案例 是否要全市停课 牛昌表示 将由基隆市防疫指挥中心 就当时全市疫情状况进行研议 最主要我们考虑到 就是学校跟学校之间 其实有一定的 这个空间上的一个距离 那两个学校之间的疫情的关联性 不一定直接划上等号 那所以我们到时候 如果有这样的状况发生的时候 我们就是回到本市的 这个疫情防疫的指挥中心 也就是由市长来主持的这个会议上面 我们针对全市 那个时候的疫情的状况 再来做整体的一个判断跟评估 至于外界关心教职员疫苗施打情况 牛昌也说明 7月中旬开始陆续为幼儿园 国小国中高中 基普教业分批施打疫苗 8月12号 更扩及499位新进教师与代课老师 合计已经有5460人完成施打 疫苗覆盖率达96% 因故尚未打疫苗的教职员 则要求需提供快塞阴性证明 才能进入校园 包括公私立学校 还有所有的补教业者 总计有5460人 完成疫苗的一个施打 疫苗的一个覆盖率高达96% 那其余的大多数都是因为 个人的一个身体健康的一个因素 暂时没有办法进行疫苗的施打 那我们也会依照中央的一个指引 要求在开学之前 三天要这个准备这个快塞的阴性的一个证明 才可以进到学校 刘昌强调将持续加强督导学校执行各项防疫措施 建立安全健康的学习环境 并视疫情状况随时进行滚动式调整 借此让学生安心家长放心 学校老师也能顺利授课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 疫情虽然趋缓 但是因为许多家长和学生都还没有 或是不能够接种疫苗 而9月份开始各级学校开学时 该如何维持校园防疫上的安全呢 有议员就建议市政府是否可以为 学生们定期做快塞安全后再进入校园呢 是不是学生可以自行快塞这个动作 做完以后确定是阴性 然后我们再登报上去以后 登陆上去以后 我们再可以到学校去就学 这个部分因为真的是 算是一个学校算是非常大的一个群聚场所 所以校园的整体安全 我们还是必须要进行考量 所以如果在市政府的支费 在可支用的状况之下 我是希望说未来能否采用的 可能就是在每隔州或是每州 都由市政府这边来提供快塞的相关试剂 来维护整个学校校园内 学童身体健康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我相信频繁的监测定期的筛检 才可以免除我们校园做群聚感染的一个场域 基隆市长林又昌大巡师表示 市政府曾经这样想过 但是最后因为家长有顾虑就没有再进一步推动 那因为这个其实一季大概是两百到三百块 那这样子买下来可能要 其实也要不少钱 我们Google大概如果是两季 送两季的话 然后一个礼拜做一次 这样子 那个也要花好几百万 那后来我们是请教一处跟家长团体 去做询问 然后也跟校园长那边去做询问了解 就是因为有一些家长有顾虑 他觉得说你要做快塞的时候 因为这个要帮孩子做 这个到底做 因为有点 这个要放到鼻子里面去 那有一些家长其实是有顾虑 那觉得说不要这样子做 所以我们把这样子 我们的确想过 但是后来没有进一步去做推动跟执行 最主要是家长有一些顾虑 所以也跟一座报告 议长蔡旺延也决议 要求市政府应该在九月各级学校开学前 完成防疫整备和演练 确保学子们上学的安全 本市各级学校九月即将开学 市府应于开学前完成 疫情准备防疫演练 校园消毒及教职员 教职员员工施打疫苗等作业 让学子能安心上学 记者武俊松基隆报导 现在这个动作主要是训练我们的上修 那肩膀部分也会一起带到 所以它是一个复合式的训练 做这个动作的话 要注意你的肩膀的位置 还有下方的位置 不要太下面的话 你的肩膀的压力会承受比较大 目前是爱丽丝健身馆教练的高云台 学生实习在金融商工篮球校队 接触到重训进而热爱健身 练出一身肌肉线条的他 为了参加全国赛准备了半年 一周六天每天花三个小时持续不断训练 还要加上饮食控制 基本上训练的话会是一天大概三小时左右 然后分重量跟肌力训练 还有心肺有氧的训练两个部分 一周大概是练六天 练六天然后修一天 还有一个部分会比较困难的 主要是在饮食控制的方面会比较需要去执行 因为这部分的话不单单只有训练而已 在你的饮食的部分也要很严格的去做这件事情 没想到在比赛前两周却碰到了国内疫情爆发 所有比赛停办连健身房也关闭 高云台不放弃 在家不断自我训练 连水桶砖块也能成为健身器材 上个月疫情趋缓后 全国健美比赛改为线上视讯比赛 首次参赛的高云台一举拿下全国健美比赛冠军和公开赛亚军 坚持终于开花结果 蛮特别的毕竟是台湾第一次办线上这个比赛 虽然在疫情那段时间其实很多压力 但是这个比赛毕竟准备蛮久了 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件蛮开心的事情 高云台表示健身这项运动最吸引他的地方在于一个人 有场地有空间就可以练习也比较安全 希望通过他的例子鼓励更多人加入健身行列 定期运动让自己内外都健康 记者张旗藤 金融报道 这碗海费泡面可不是泡面哦 拉起来一看 因为好像是米粉 其实里面看到的是我们用了鱼罩来替代这个米粉 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苛口的泡面 可是其实都是我们人类所创造出来的一些垃圾 还有海报上的可爱宝宝 您猜得出来是哪些物品吗 女婆 这不是铁鱼罐 这是铁鱼罐 这个呢 就是胡琼 而这刻画者基隆经纬度的羽衣 有着浓浓基隆琴 所有的文创生品都紧扣着正宾渔港 及阿根纳遗址 潮沸的潮是就是有创新也有潮系的意思 那像沸的话我们把沸当作一个意义 这个海报上面的吉祥物主要是一些海洋常见的废弃物 像这个是浮球的废弃物 也还有一些纪念的明信片 跟手册去做一个节目 二星高中广舍科这五位学生 将今年毕业展的作品《潮沸1.0》 融入在地化及国际化元素后 产出《潮沸2.0》 他们将作品参加德国红点设计奖 在他们满18岁的这一年 拿到了人生第一座红点设计 它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因为红点算是一个肯定 那我们也很希望就是我们所提倡的海洋议题 是可以向大家去宣导 这一次可以说是本校第二次拿到了红点设计的大奖 在两位也曾经拿到红点的这个红牌老师的指导之下 那四双总共累计了三次的获奖 我觉得这个对于继高层次的孩子来讲 是一个莫大的荣耀 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 尤其这一次的议题 它有非常积极正面的意义 潮沸对我来讲 我听完了这个学生的表达陈述 那么再加上我们去观看以后的感觉 就是把怎么样把减费变成是一个新潮的一种活动 变成是一种潮流 那么不仅可以恢复到我们美意的家乡 也可以让这样的观念不断的世代传承下去 对人类来讲可以起一个很正面的意义 我想这也是这一次的学子们跟老师 大家想要传达的一个正向的讯息 投稿德国红点设计讲 让世界看见基隆 在旧历史与新文化的相互碰撞下 激荡出创意与创生 我们可以知道说现在的基隆市政府 其实已经有开始在重视我们的都市计划 都市的一个美感 所以其实我们也是抓紧了这个议题 然后就是希望说基隆有没有更多漂亮的地方 可以让台湾各地的人来到基隆旅游 然后我们也去思考说 其实基隆一直都没有一个所谓的文创园区 然后所以我们会希望 像我们都会跑到送烟 跑到华山 跑到高雄的博二 可是都没有属于一个基隆真正的文创园区 所以其实小朋友当时在做这个专题的时候 其实他们就很希望可以为基隆做一些事情 然后如果真的阿根纳的这个文创园区 这个地方如果真的能够做起来的话 其实对基隆来讲是一个很棒的事情 我们二性广社科在9月10号 会在基隆东岸会有一个我们师生的连载 那我也希望就是也可以让大家就是看到 就是二性广社科这几年来的学生的努力 跟迈进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一同来参加跟观赏 欢迎民众来欣赏这位基隆设计出的文创园区 并融入海洋环保议题的相关产品 还有很多其他学子的创意设计 让我们一起来提升这座海洋城市的生命力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简清您的经济负担税均还缴及减免纾困方案来咯 不管是房屋税使用牌照税娱乐税以及所有的地方税 都有减征免征和最常可延一年最多可分36期的方式来缴纳哦 符合条件的民众快打纾困专线 金融市民书困咨询专线2422-4897 美丽基隆影片征选及摄影比赛活动 今年已经迈入第四届咯 基隆是一座进步翻转中的城市 充满着梦想、未来与无限可能 今年我们以A City 4.0为主题 用影像来说故事 分为影片征选 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486000元 期望能够激荡出不同的印象火花 还在等什么呢 快来参加 详情请洽活动官网 我是之前去你们公司应征的张先生 你们不是说会再通知我上班时间吗 都已经过了两个礼拜了 怎么都还没有消息 先生 你以为来填个资料就能保证录取吗 你想想怎么可能啊 诶 等一下 那至少是会不会这样存折要还给我吧 我还花了好几万块买你们公司的产品 你们这样不行 我要退费 文文 你说什么 诶 我听不清楚 喂 喂 喂 求职房片请记住三要七步 基隆市政府社会处劳资关系科提醒您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水土保持的重要性 妈妈 这座山怎么了 怎么光秃秃的 就有人乱挖地把树木土地挖掉 这都是很严重的 诶 老师上课有说过 这样可能会引起落石土石油等灾害 很危险 对啊 看到挖土地在山上乱挖 就要官警同步去工作 没有 发生危险市就要赴了 从山护水青山流 无惧落石土石流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地美洲山晚上九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做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基隆市议会的考察 特地安排到和平岛色彩屋 和一路二项的海产街 并且到和平岛水资源回收中心 听取基隆市政府交通处 产发处以及公务处等官员的简报 这是因为基隆市政府已经决定 把城市博览会 延期到明年4月底左右再举行 并且设定将有100万人来基隆参访 基隆市议会非常关心到时候的交通问题 特别是重要展区的和平岛一带 因此也特地安排到当地考察相关景点的建设 以及未来交通的规划 这个A展区 B展区 C展区这一条路线来 所以议员很关心 我们到时候来的观光语客 来的停车问题 交通问题 所以今天特别安排这个路线来试证考察 看一下我们A B 西展区的沿线 所有的停车问题是不是可以造就 到时候我们观光语客来的时候的停车问题 解决我们的交通这个舒畅 是这个目的 所以今天我们特别来到现场 基隆市议会也专程到预定为展区里面 重要展览地点 耗资1亿元左右即将整建完成的旧渔会大楼参观 根据市政府文化局的报告 目前整建工程即将进入验收阶段 整建完成之后的旧渔会大楼 光是外观就能成为基隆打卡拍照的新亮点 但是如何因应开放后 甚至是城市博览会举办期间的交通停车等问题呢 议会也很关心 今天最主要来看看它的进度到哪里 那现在已经趋近要验收完工的这个阶段了 8月底之前它可能就会报验收了 那毕竟有花了将近1亿的经费 那身为民意代表 我们今天来到中正区这个地方 不只是到河滨岛去关心河滨岛 不只是去关心我们必在于港 我们一遍也要来关心我们旧渔会大楼 虽然市长林佑昌在议会表示 已经责成交通处等相关单位 规划商界设寮桥旁边中油仓库等地点 作为停车场 到时候进出河滨岛的当地民众 车辆也将比照台北阳明山发给通行证 不过当地里长和议员还是有疑虑 因为光是假日时面对庞大的观光车潮 就快受不了了 的部分都是之前都是先公告 让林知道 那可能替代道路 我们可能从河滨岛桥这边没办法进去 我们是从设寮桥这边进入一个管制 所以不只是出路证 还有动线的管制跟协调 然后要周知 我觉得办出路证是赞成是好的事情 因为可以借由办理出路证 周知民众什么时候有什么样活动 很多人会进来 那大家那个民众就有这样的知觉 第二个不只是活动的时候 应该是在假日各个高峰时间 我们知道市长把整个和平岛 正兵渝港采红屋带动的知名度很高 所以一进来之后就造成民众 当地居民生活上的不方便 所以不单单是只有办城博会 或办活动 节庆活动的时候 应该平常假日 就可以来实施这样的方式 议长蔡旺廉希望基隆市政府能够仔细规划好当地的交通 以及停车等问题 因应明年4月底举办的城市博览会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加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加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欢迎准时收听 索困4.0 政府助你渡南关 减轻您的经济负担 税均还缴及减免纾困方案来咯 不管是房屋税 使用排照税 娱乐税 以及所有的地方税 都有减征 免征 和最常可延一年 最多可分36期的方式来缴纳哦 符合条件的民众 快打纾困专线 金融市民纾困咨询专线24224897 美丽基隆影片争选 即声音比赛活动 今年已经迈入第四届咯 基隆是一座进步翻转中的城市 充满着梦想 未来与无限可能 今年我们以A City for All 为主题 用影像来讨论